那怎麼變成大根呢 我覺得其實跟西大哥講的一樣 奇怪 因為其實我們這一代啊 不管是老中心 老是 我們這一代 我們這一整個代都很小 都有經歷過這一代 那不光是柏豪 不光是雷諾 在那時候1991年已經開啟一個整個 在拍傳記題材的電影系列 那我覺得 這一部電影我們看他長大 然後很有幸運的 我們在26年之後 我們看到他再次合體 那我想要分享一下 這種小東西 就是看電影長知識 就是他其實 還是有改良一些東西在 我們以前一直知道說 柏豪其實在電影裡面是 他是幫他的大哥 我們叫肥波 或是肥鏢 對 遇到港台的翻譯不同 那他是為了他大哥 跟他大哥 被他大哥設局陷害 才搏他的腳 然後之後他又把他的 就是又陷害回去 之後才有機會認識雷諾 來接管他大哥的所有地盤 那在我們新版的追龍裡面 他是改成說 他們 柏豪跟雷諾是因為彼此幫忙 才造成柏豪變成柏豪 加上他們的關係之後 才會有一個兄弟情產生 所以在裡面有個結拜動作 所以有改良過的意思就對了 我覺得他們已經想要把這兩個 完全拉在一起 我覺得是我很期待的地方 但其實這兩個本來就是真實存在的 所以就算怎麼改變 大家還是有點既定的印象 沒錯 雖然年紀還輕 但他其實 也不用特別強調這一點 但是還是有看 就覺得因為五一台獎真的是太經典 就是華仔 五個億 是五億嘛 五一台獎 對 是五個億 沒錯 五一 就是太經典 然後後來就是會覺得 其實華仔在裡面還是帥的 雖然年輕的時候是比較 華仔沒有不帥過 對 可是就像剛剛講 其實是跟現... 後來我們就去查資料 就其實發現是真的都存在的人 沒錯 像那個雷諾 他在五一裡面是叫雷諾 可是頗豪裡面其實也有 他這個角色 是真江岩 他裡面就叫雷老虎 雷老虎 對 他們不同名字 可是他現實中文叫呂樂 然後他就是香港警務處的 刑事真組處前總探長 可以再講一次嗎 對 可以再講一次 對 清楚的再講一次 香港警務處刑事真器處前總探長 簡稱總探長就是了 總華探長 對 總華探長 反正就是他建立了 跟黑社會制度相關的貪污機制 就是國豪也有言 然後五一探長裡面都有提到 但我後來查了一下 發現其實香港總共有15年 五部電影都是跟 就是都有提到 旅樂這個角色 而且有趣的是 我後來發現 五一播出之後 他後來有反抗說 其實根本沒有電眼的 就是貪污的那麼嚴重 貪到五一 貪到四億 沒那麼多是不是 或者四點五一這樣 四點九 四點九的很多 不要大家現在覺得 每個人都有兩億之類的東西 沒有 請問一下 每個人都有兩億 這是五一 這是什麼樣的笑話 這是什麼意思 這好像只有男生才懂 一個人也有兩億 五一 五一其實到 我們要換算一下 應該大約是五千億 港幣 五千億 就是兩兆 所以他誤到已經兩兆了 所以不是比原本的少 是比原本的還多 很多很多 他其實是當時候 最厲害的一個總王漢長 因為他整個把 他厲害在哪邊 他厲害是把貪污制度化 對 對 貪污可以把它制度化 所以他把 黑一百兩道全部吃掉 變成一個企業體 是一個共犯結構 真的 做得很好 因為其實治安也安定 所以上面的不講話 然後下面的 你就繳錢就好了 對 那其實博豪也就是無錫豪 就是原型 他是無錫豪 其實是他其中一個來收錢 在電影裡面也是有一個角色 就是獨 獨 獨銷 對 其實在裡面他 無錫豪要被抓了之後 他有說 他每個月要進貢 給尼洛差不多 三少四萬港幣每個月 所以依照剛剛的市值 變換的話 是一兩個月就要繳 三千萬 四千萬 所以不貪嗎 好多 好好賺 就是因為是太精采 所以才可以改變成電影 就是好像入 我發現那一年金像獎 因為就是 他總共入圍了八項金像獎 就是武藝這一部 然後劉德華還是入圍影帝 然後男配角 女配角 導演 電影什麼都有 武藝探長的獲得體名 但最後是男配角 關海山拿走了 他在裡面是飾演劉德華的上司 這樣子 但我覺得那一年名單很有趣 因為博豪那一年也是 拿了很多的獎 所以那一年金像獎 其實都是看得出來 好像就開啟了 香港傳記電影這種形式 經典系中的經典 因為剛好1991就出了 博豪跟尼洛 之後打開香港很喜歡看 這樣傳記題材的 所以還是還有賭王 還有上海皇帝 就是四大我們覺得說 傳記題材很有名的 然後之後一直翻牌 對 但我相信新的追龍應該 由曾子彈來飾演博豪的話 會有不一樣的味道 跟不一樣的風格 但是聽說這個角色 其實也有一個小故事對不對 對 我後來去查發現 大家一開始平面 2014年的時候 好像王晶自己透露訊息說 我要重拍播好了 就是那時候還沒確定片名 然後他就對他放風聲說 他找了張家輝 要演博豪這個角色 然後其實旅探長 就是探長這個角色 本來是屬意是梁家輝 就本來不是劉德華 然後後來談談 張家輝那時候還說 我覺得劇本很有趣 什麼什麼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2017年年初 就傳出張家輝不接了 然後理由是說 他覺得劇本還好 然後 這麼直接的說 就很奇怪 竟然打了王晶的槍 其實應該是不想跟王晶合作吧 有可能 還有這種內幕是不是 然後王晶想說 一定拉不下臉 想說那我再去找其他大開 而且一定要比你大 對喔 對 要比你大 才能夠掛作 反正就是也是打槍 好像都是劇本出了問題 一直被打槍 然後後來早上曾子丹 曾子丹一看也覺得 他本來也是沒什麼接反派 所以可以有點猶豫 試試看 因為我們心目中的曾子丹 他都是很正派的角色 可是其實曾子丹以前 都是反派的角色 以前是不是早期 早期都是演壞人 因為曾子丹的那個臉 在以前大家覺得殺氣比較重 而且因為在早期 90年代那個時候 其實大家那幾個男明星 就是李連傑 劉德華 周星馳那些人 所以那時候 這樣比起來曾子丹 比較屬於是 比較反派的角色 他的臉就比較像是壞人臉 如果大家還記得黃飛鴻2 男兒當自強 他跟李連傑在巷弄當中 那一場武術 非常之精采 而且展現了曾子丹真正的 真功夫 跟李連傑比較大聲 那個樣子 曾子丹真的也不是 以前他真的是演反派比較多 後來慢慢的 隨著年紀增長 曾子丹接這一步 他應該也是真的賺了不少 我好像聽說 他是用3000萬人民幣的價碼 但他是用生命在搏鬥 你看他有武術指導 用生命在搏鬥對不對 對啊 所以一直傳言說 他這是最後一次 要戒嚴反派 最後一次喔 聽聽就好了 是喔 為什麼 新聞都是這樣寫的 演藝人員說什麼 最後一次都馬是唬爛的 你看盧貝雙說 他這輩子只拍10部電影 結果呢 宮崎駿的動畫 他不是拍的RUCY對不對 宮崎駿說要退休退很久了 對不對 算是拉票房的一種那個嗎 對嘛 李言傑說他也不再拍武術片 結果還不是 算了 他後來受傷了 李言傑後來受傷了 對啊 他現在在休養當中 谢谢大家